最近香港职场这事闹得挺有意思啊 最近啊随着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才计划的引进啊 大量的大陆的优质的这个青年啊 都跑到香港工作了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工资高嘛 对不对 那可是香港的他这个市场没多大呀 就造成了非常的卷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人就在网上发帖子 说你要不要我呀 我愿意降工资啊 我可以996啊 我可以接受007啊 我能接受加班啊 有的人是吧 接受降薪 有的人啊 接受这个降工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未来没有结婚的计划 你可以录用我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在网上呼吁了啊 不要把这种卷的职场风气带进香港 我是这样看的啊 就是年轻人啊 就是得会奋斗 你不要学欧美年轻人那些臭毛病 天天老想着不乐而活 你看那美国都成啥样了 那北欧都成啥样了 对不对 你如果是在美国的这个职场啊 混过你们就知道啊 在美国呀 或者在北欧 如果你加班加的多的话啊 HR会找你谈话的 就是说你不要老加班 你是有什么不开心吗 你生活上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老加班的话呢 首先会给同事们造成不良的影响 其次呢 会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人很怪 对吧 平时呢 出去喝喝酒啊 泡泡妹啊 这个才是正常的生活嘛 就有人会来这么劝你 对吧 你像我以前呢 曾经就是我第一份经历的时候 其实在我辞职的时候 我那个主管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觉得我觉得你这人挺极品的 我说咋极品了 他说在我眼里 一直中国人挺努力的 比美国人还懒得 中国人我是没见过的 你是第一个 你看吧 我就给他们带来过一些亚洲的小震惊 我也跟大家说一些这样的一些事啊 就是说 如果你到了外国 你是需要人家遵守人家本地的这个工作环境了 对吧 可是你在自己本国不需要啊 对吧 现在既然是香港 想引进我们内地的这些高质量的人才 那你就要接受内地高质量的人才进来跟你竞争嘛 一个地区有了竞争才能有发展嘛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大家都不竞争了 都像美国欧洲那样躺平了 那这成何体统啊 那就坐等着一边一边的被超越了 我记得以前啊 印度啊 有一个老爷子 就是印度那个大横 苏纳克他他家老丈人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说印度的年轻人呢 你不要老想着就是你去这个休息 学欧美人那些臭毛病 你就要一个星期工作七八十个小时 工作九十个小时 你这样我们才能跟中国和日本的这些年轻人拼呢 中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才不至于远远的 把我们甩在后面呢 我看也是这样嘛 我们中国人这一代我们没有的选择 我们想更上一层楼 我们想发展 那就要靠竞争 对不对 你包括香港现在也是 你引进了这么多人才以后 那优秀的人才进来是干嘛的 但是要建设你这个地方呢 有竞争 他有相声的动力嘛 那你都没有竞争以后 大家都躺平以后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他进来想要拿这份工作 他叫玩命表现 你想让他进来 为的也是要清理你的职场嘛 对吧 也是把这些天天不干活的人 天天躺平的人 把他给刷掉 更加优化职场的环境 这就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你不要看我住在欧美这么多年 我对这种情况是绝对嗤之以鼻的啊 而且今天晚上我就准备给小助理把加班安排上啊 我觉得是应该学学这种精神 毕竟咱们说在一个地方 你不能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就业的环境 我是这么感觉的啊 很多人还不服气过来问我就说 张自立你怎么看这个事 这个算不算破坏人家当地 这怎么能算破坏人家当地呢 这违法吗 违反当地的法律 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下 就是择用录取嘛 对不对 我只要比你能卷 那老板录用我 HR录用我 这是人家的权利啊 如果是卷的人进来 你就把卷的人开了 卷的人进来 你就把卷的人开了 那还会有人把卷当成优势吗 不会啊 所以说本质上你该怪老板 你该怪HR 这就是职场啊 对吧 所以说是大环境造就的 这不是说一两个啊 你去怪我们内地的这些朋友们进来卷 既然允许了 那我们采取正规的正当手段 比你努力比你勤奋 那是正常的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没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我真实的看法 行吧 这期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 就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